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早间关注 户指昨天大跌1.76% 十九三千点 各地楼市火爆警惕外溢效应 房价疯涨或成为人民币的隐忧 全球金融指数发布 上海排名第16 为中国大陆地区排名最高的城市 国际方面 美国休斯顿发生枪击事件 九人受伤 我们现在开通了官方微信 第一财经资讯 问您提供更多有深度 有个性的文章 语音和视频 也请您搜索账号或扫描维码 来关注我们的官微 好 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呢 内蒙古华北大部的降水 将会停止迎来阳光 但是东北中东部 仍有阵性的降水 那西南到江淮 黄淮一带 仍然是被阴雨天气所笼罩着 都是小到中雨为主 上海呢 今天多云 局部地区 阴有短时阵雨 下午起 阴道多云 有时有阵雨 夜里到明天 阴有阵雨或雷雨 东北风三到四级 下午呢 转东北风四到五级 今天最高温度有30度 明天最低温度23度 另外 今天早上6点钟 发布的上海空气质量指数为25优 一小时PM2.5浓度为16.3微克 美丽方米 好 接着来翻开今天的财经日历 看看国内外有哪些重要的事件 值得关注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和第十三届 制造业国际论坛在天津开幕 日本央行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美国9月份 李奇蒙德联储制造业指数发布 好 那接下来呢 把时间交给雨飞 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国内时政和财经消息 雨飞 好的 文艳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 国内方面重要的时政和财经消息 9月25号 央企中国成通对外宣布 受国务院国资委委托 中国成通牵头发起成立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这意味着国资委所确定的 国企改革两大基金 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 和国企结构调整基金 已经全部设立 其中的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已经于上月成立 由央企国新公司牵头 设计总规模是2000亿 而新设立的国企结构调整基金 设计规模3500亿 第一财经从中国成通了解到 基金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 总规模为人民币3500亿元 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1310亿元 设立该基金是深化推进国资国企改革 优化中央企业布局结构调整的重大战略举措 国资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完善中央企业功能分类考核的实施方案 方案指出探索建立特殊事项管理清理制度 将企业承担的对经营业绩有重大影响的 特殊事项列入管理清单 作为考核标准确定和结果核定的重要参考依据 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正式提出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 昨天在中国商业联合会举办的 一带一路国际交流项目发布会上 中国海外发展协会秘书长何振伟 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三年以来中国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超过预期 而未来中国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 和企业的收购并购方面还将释放更大的潜力 一方面是他们的汇率相对来说就比较优惠一些 另外一方面它的贷款周期都比较长 所以说我们更多的像我们国家的开发银行 我们的金融国银行 国内现在有很多的基金 也有很多的企业 现在是也通过香港融资的方式 通过人民发债的方式 然后获取大量的资金 通过这资金再投到技术建设里面去 不像这样的话就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的话 资金上是有一个保障 另一方面 2015对外投资报告显示 去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1456.7亿美元 主要用于收购发达国家的实物资产 无形资产和企业股权 但却有1164亿美元流向了开曼群岛 维尔金群岛 百慕大群岛 分析观点认为 这在一定程度说明 中国企业想投资 并购企业 仍然需要到这类群岛注册空客公司 以召开欧美国家对中国企业投资的限制 何政委认为 除进一步打破市场繁离之外 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潜力 也将是未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战略 再来关注汇率方面 昨天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暴在6.6744 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调74个基点 一年是普遍认为 由于人民币即将于今年10月1号起 正式纳入SDR货币篮子 而且彼时将是国境假期 因此本周人民币汇率不会出现大的波动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神早班车 接着马上进入到的是早前关注 把时间交往跟文言 好的 谢谢雨飞 那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 本周是A股国庆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户指是终于摆脱了之前的瓶颈 不料却是遭遇了黑色星期一 户指尾盘出现部分恐慌盘 令指数跳水 最终是失手3000点 创下一个月半来最新的具体 最低的一个具体内容 马上我们进入早间关注 昨天护身两市是双双低开 盘中虽然说煤炭板块有所异动 但是无奈市场整体的人气低迷 护指一路下探 尾盘3000点最终宣告失手 铺位迹象明显 创业版的提彩股的下沙 午后拖累是股指一路走低 那尾盘筹码有涌出的迹象 截止收盘 上证宗指下跌1.76% 深程指下跌超2% 两市全天成交4247亿元 较上周五小幅的放量 旁边上两市无一板块上涨 那军工有色 四新概念跌幅居前 两市还有近20只股票涨停 不过跌停的个股也是有近20只 融资方面 截至9月23号上周五 两市融资余额合计 8880.3亿元 环比流出41.6亿元 昨天的市场跌幅不可谓不小 那怎么看待截前最后一周的行情 我们来听一下 申望洪源市场研究总监 贵浩铭先生的观点 对于股市下跌比较明显 股市也破坏了3000点 在上周末 欧美市场的下跌 成为这次下跌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另外市场上对于有关部门 正在推出 CGS也就是所谓的信用委员 调期这样一种新的业务 在理解上也有一定的问题 这两种因素铁加 那么再加上市场本身 在这个区间的落实争论 已经有了一段时间 无力上空 这就形成了 注意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 应该说从旁边来看 做空的能量 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宣泄 那么我们认为 在没有新的利空消息情况下 大盘还是有望在这附近 逐渐起往 好 那昨天的大跌 使得大盘自9月14号以来 首次跌破3000点关口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横盘这么久的大盘 突然之间就改变了风格呢 资金面或许可以给出一个答案 那据央行网站的消息 央行昨天进行了 12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 100亿元28天期逆回购 而且公开市场 还有3750亿元逆回购到期 据此来计算 央行昨天净回笼资金达到 2450亿元 抽水力度达到 今年3月4号以来的最大 也结束了此前连续 9个交易日的尽投放 此外据统计 本周公开市场共有 9150亿元逆回购到期 有市场交易员观点称 本周面临跨节 跨际因素的扰动 同时公开市场到期量将近万亿 资金面仍然面临一定的压力 市场的情绪难拖谨慎 目前仍然需要继续关注 央行后续的操作力度 有机构就认为了 A股面临11黄金周的 节前效应 市场的观望心态比较浓 趋势性行情仍然需要耐心等待 预计市场可操作性依旧不高 短期策略上建议投资者 多看少动谨慎操作 节前发起大行情的概率很低 投资者看待劫后 再操作是明智之举 这里是财经早班车 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 最新的国际时政消息 把时间交给雨菲 好的 谢谢文艳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国际方面重要的时政消息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总统 候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 将在美国东部时间26号晚9点 展开首场电视直播辩论 为了确保辩论的顺利进行 警方目前已经准备就绪 总统竞选辩论 共将举行三场 首场辩论在纽约长岛的 霍夫斯特拉大学举行 美国主要的电视台和有线电视网 都会直播 而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 也已经进入了大学等待 对于辩论进行报道 警方指出辩论举行期间 会场外肯定会发生抗议活动 警方会让抗议者 与会场保持一定的距离 警方预计抗议示威人数 将会达到至少1万人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 26号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9人受伤 枪手被警方击毙 枪击事件发生在休斯顿西南部的 一处商业区附近 据警方消息 枪手是一名律师 很可能是因为 他和他的律师事务所之间 产生了矛盾 导致他大开杀戒 枪击事件导致9人受伤 其中3人现场接受了救治 另外6人被送往医院 伤者中有一人生命垂危 一人伤势严重 消防部门发言人对媒体表示 所有受害者在预期时 都是待在他们自己的车里的 案发后 警方在嫌疑人的车辆内 发现了大量武器 接下来警方准备搜查 嫌疑人的住宅 嫌疑人大概发射了 20到30发子弹 在案发现场 有些车上能见到明显的弹孔 根据法国媒体26号报道 巴黎近郊一家超市门口 当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 造成两人重伤 伤者包括一位70多岁的老人 根据报道 枪手在持枪伤人之后逃回家中 法国警方迅速展开围捕 枪手已经向警方投降 据了解枪手是一名60多岁男子 有故意暴力行为的前科 当地检察机关一名负责人透露 初步调查显示 这起枪击事件属于治安事件 作案者没有发动恐怖袭击的动机 26号欧盟主管人道主义援助与危机管理的委员 斯蒂利亚尼基斯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召开了记者会 介绍了一名为紧急社会安全网的援助计划 这一计划的注资额为30亿欧元 第一阶段的资金为3.48亿欧元 计划覆盖土耳其境内100万左右的序列难民 之后救助范围将扩大至所有在土耳其的难民 2016至2017年 救助资金将会增加至10亿欧元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昨天在日本国会临时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 内容涉及经济 外交和安保多个方面 在野党对安倍演说内容提出批评 认为毫无重点 非常虚伪 在演说中 安倍声称 向国民提出休闲方案是国会议员的职责所在 他呼吁朝野政党在国会宪法审查会加深讨论 就经济政策 安倍说 将动用一切政策工具进一步加速安倍经济学 最大限度加快摆脱通缩 在谈到外交和安保政策时 安倍说 日本外交和安保的基轴是日美同盟 这是不变的原则 将进一步加强日美纽带 共同应对世界个体 就日俄关系 他表示 将实现俄罗斯总统普京年内访日 推动领土问题谈判取得进展 安倍还说 将本着战略互惠关系的原则 从大局出发 改善日中关系 关于日本名人天皇 此前发表视频讲话流露出生前退位的意象 安倍说 将在取得国民理解的同时 组织专家就此进行进一步讨论 此外 在日本国内备受争议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是国会临时会议的重要议题 安倍说 将争取国会早日批准该协定 并推动农业结构性改革 增加农民收入 对于安倍的这番演说内容 在野党党首纷纷批评其不知所谓 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民进党代表连访说 安倍的演说可谓八面玲珑 但却不知到底将重点放在了哪个领域 要向国民传达何种意思 他还说 应终止安倍经济学 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伟和夫说 绝不容忍国会以自民党修宪草案为基础 对修宪进行讨论 针对演说未提及新安保法 他批评说 对不好讲的事情就一字不提 演说非常虚伪 共同社发表评论说 在日本经济至今未摆脱通缩 安倍政府经济政策引发越来越多疑虑的背景下 安倍并未充分解释 为何加速安倍经济学可以重建经济 演说也未对日本社会高度关切的社会保障问题 拿出具体解决方案 给人避重就轻之感 本次国会临时会议为期66天 将于11月30号结束 好 稍后我们在7点35分的节目当中 将继续从华尔街到路加罪板块 详细了解最新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具体表现 接下来马上进一道的是资讯快车 接着我们来关注国内的财经资讯 随着楼市近期再次成为热点 监管层也是在继续强化房地产政策的监管 银监会上海监管办公室日前 印发了上海银监局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规范 辖内商银行与房地产中介机构 业务合作管理的通知 明确规定 对于有助如给购房者提供或参与 首付款或违款等融资 曾制造或参与制造 假案接等五项 违规行为的房地产中介机构 立即终止与其合作关系 并将其列入黑名单 报送上海市同业工会 此外杭州也祭出重权严控帝王 杭州市国土资源局调控了 土拍的竞价方式 那限定土地拍卖最高溢价 150% 自2016年9月27号 也就是今天开始执行 上周末呢 深圳市南山区六平米售卖 88万元的乔城上瑜项目 让不少人惊呼 深圳楼市疯了 昨天中午呢 深圳市归土委通报 该项目涉嫌违法改建销售 11套六平米户型 目前售出的4套 半天售庆传为不实 那归土部门已经对该项目 占用供摊面积部分 采取强制措施 恢复原状 并对所设房地产中介机构 进行严肃查处 记者常识进入楼盘内部 遭到了保安的制止 在楼盘现场 一位看房客前来看房准备投资 也吃了闭门羹 看看小一点的吗 为什么会小 为什么因为最近很火 所以就来这 深圳市规划国土部门 约谈该项目的销售方 中置公司 则定其全面整改 中置公司已主动暂停销售行为 承诺于已售出的 4套6平米左右房产的买售人 解除买卖协议 自行理顺相应的经济关系 据深圳归土委通报 乔城上域项目建筑功能为办公和公寓 所设11套6平米左右的房产户型 与规划验收竣工图不符 实际在售面积12到20平米左右 超过部分占用了建筑公摊面积 涉嫌违法改建销售 同时 链家 美联 中原 Q房网 自家房地产中介机构 在代理销售中 存在夸大事实 占道经营 为涉嫌违法改建行为的房产 提供销售代理等情形 记者联系了中原地产 美联物业 双方都表示暂时没有公开回应 深圳市住房研究会会长陈爱萍认为 该项目违规销售 虚假宣传的行为 是受到了经济利益的驱动 世界目前市场上扬的机会来获利 尤其在目前我们整个一线城市 像深圳市场这样一个 风声鹤里的阶段的时候 那么要特别强化对这种虚假宣传 对这种改变驱逐功能 等等这种违法行为打击地图 即8月初将贷款 捷新家庭购买二套房首付 提高5%之后 南京楼市调供再加码 南京市政府正式发布 关于进一步调控房地产市场 实施主城区限购措施的通知 在业维看来 伴随着一二线城市楼市持续火爆 房贷增速及其他相关杠杆快速攀升 中央政府有可能大幅收紧政策 给房地产市场降温 数据显示 实施限贷限购政策满月后 南京新房价格环比涨幅超4% 苏州房价涨幅近1% 而厦门限购一周后 商品住宅成交下跌89.4% 不过价格却环比上涨12.6% 这一次无论从年初的深圳 还是后来的上海 还是一直到现在 总体上来看 就是和以前不一样了 不一样的可能有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个最重要的考虑 我认为如果处数太重的话 怕引起这个形势的急剧的变化 会出现灯牌啊等等之类的 如果这个房价这种非常火速的 这个上升的这种态势 蔓延到更多城市 然后地价上涨 再加上这个各方的这个杠杆 继续攀升的话 那么政府可能会采取更多的措施来降温 对于下半年全国楼市 专家认为 如果更多城市房价和地价快速上升 房贷增速及其他相关的杠杆快速攀升 那么中央政府就更有可能大幅收紧政策 给房地产市场降温 现在的问题 我感觉是主要在于 这个金融机构和这个开发商 以及投资者投资机构 他们之间 利用这钱的这个监管方面的这个 这个漏洞吧 就是过多的把这个资金啊 引入了这个房地产领域 所以我们就是建议 就是金融机构要加强这个对 这个资金的这个监管和清理 清理和查处 继25号出台楼市限购政策之后 南京市政府昨天再次出台13条 稳定楼市的实施意见 其中包括进一步增加商品住房 上市供应 加大商品住宅土地供应 稳定商品住房价格 强化综合执法 四大内容13条措施 楼市火爆的背后 也引发了产生负面外溢效应的担忧 分析认为 房地产对流动性的大量消耗 可能意味着对股市来说 可配置增量资金正在远去 而低迷的市场风险偏好 恐怕要持续更长的时间 房价大幅上涨 使得社会创新成本上升 同时分流了 可能用于创新创业的投资资金 长期而言 会损害中国的创新创业能力 而对于人民币的影响 苏格兰皇家银行 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胡志鹏认为 中国一线城市房价飙升 可能会推动投资者 将目光转向海外 更便宜地替代资产 在这个过程当中 资金流出可能会引发 人民币贬值压力 胡志鹏认为 目前很多人的共识是 决策层可能会牺牲汇率 以避免房价剧烈调整 因为房地产 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系统更重要 通过比较了全国房地产 一线及热点二线城市房地产 以及股票市场 在GDP 家庭资产配置 银行资产 以及政府收入方面的占比 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房地产的占比远远大于股票市场 可见了房地产部门的重要性 不过在这波房地产行情当中 也并非所有人持续看涨楼市 在海通证券分析师江超看来 中国地产过热难以持续 那今年的地产销售 会接近历史的顶部 2016年会是 中国地产市场的历史大顶 好 那接着我们把时间再交给雨菲 好的文页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 根据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 称证监会做出窗口指导 取消此前对于QFIT 合格进阁机构投资者 资产配置当中 股票配置不低于50%的要求 允许QFIT灵活 对于股票债券等资产进行配置 知情人士称证监会近期 就已经通知至少部分QFIT 和RQFIT托管行 但是可能不会公告此事 社保基金昨天发布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信托贷款投资管理 暂行办法 对于2014年版 进行了部分修订 修订之后的版本 扩大了社保基金 信托贷款项目担保方的 主体范围 明确大型企业 也可以为项目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时也适当降低了 社保基金 信托贷款项目的准入条件 截至9月26号 两市公有1114家上市公司 公布2016年三级报 业绩预告 其中738家预计 占已公告三季度 业绩预告的公司的 66.25% 从行业角度来看 汽车 传媒和电子等 三行业预计公司 占行业已披露 业绩预告公司的 比例居前 均在80%以上 与此同时 今年三季度 A股减持潮再度来袭 尤其是9月份 上市公司半年报 披露已结束 中药股东及高管 汹涌减持 逾700家公司 发布减持公告 套现金额 是达到了350亿元 其中民生银行 贯府股份 黄市集团等10家公司 成为了本季的 十大减持网 据星号ST宁通币 已出售北京 两套学区房 套现千万元之后 云赛之连 高宏股份 绿亭投资等公司 也相继公布了 房产出售事宜 而根据不完全统计 近9月份以来 便有星号ST新煤 海航创新等6家公司 选择出售房产 来增后业绩 根据数据显示 接着今年6月底 A股有1305家上市公司 有投资性房地产 合计达到了 5951亿元 其中投资性房产 超过100亿元的 上市公司有12家 中国平安则以 334.29亿元的 投资额位居榜首 好 这里是正在 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接着马上进入到的 财经万花筒 关注一下 其他方面的消息 这里是财经早班车 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 国际金融中心指数 GFCI最新预期数据出炉 在世界各大金融中心 城市当中的 上海排名第16位 是中国大陆地区 排名最高的城市 国际金融中心指数 GFCI由伦敦一家调研公司 每年3月9月发布两次 此次排名前五的城市为 伦敦 纽约 新加坡 香港和东京 上海排名第16 与上半年持平 深圳 北京的排名 则受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 下滑三位 分别跌至22和26位 分析人士指出 上海的排名不变 从侧面反映出 其作为中国金融市场中心的 独特地位 不过和排名靠前的城市相比 上海在金融开放程度上 还有较大的想象空间 你如果从改革的 风险控制来说 那么金融管制可能 它能够给改革的风险 保留一个最后的一个控制阀 但是你从一个推进 一个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走向一个国际舞台的话 金融国际化 或者说人民币的国际化 金融自由化 这是它必然的选择 GFCI主要针对 全球80多个金融中心城市 进行评估 考量其市场灵活度 适应性 以及发展潜力等 评价体系包括 营商环境 金融发展水平 基础设施 人力资源 城市综合实力 这五大指标 支付宝昨天宣布 与全球十大机场达成合作 那今年国庆节开始 这些机场将会陆续开通 支付宝 旅客戴上手机 就可以畅快地买买买 首批开通支付宝的有 东京成田 新加坡张仪 首尔仁川 德国慕尼黑 新西兰奥克兰 台北桃园等十个机场 实名认证的支付宝用户 可以直接在这些机场的商铺 刷支付宝购物 汇率按当天的实时排价结算 不收手续费 账户的状态是OK的 你也是有钱的 而且你的外汇管理的额度 也是够的 是OK是没问题 可以刷过的 东京成田机场有超过300家商铺 目前已经有部分商家 开通了支付宝 旅客对于海外机场 开通支付宝大多表示欢迎 除了方便消费 支付宝还会与海外机场 共享数据 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服务 记者从商周末举行为实体产业 互联网转型之路大会上了解到 如今电商优势正在逐渐的消失 甚至出现了成本高于实体经营的现象 电商渠道与实体经营 正在逐渐的接近同一起跑线 达到新的平衡 美工策划文编辑设计 那你这样一个团队建设起来 你一个运营团队 一年的投入都要100万 更何况现在目前 在线上去导流的成本 要达到15%左右 再加上人工成本 仓储成本和快递成本 所以它的成本是相当大的 所以它的整个运营成本 不比线下开市店的低 业内人士认为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零售业线下销售需要升级 线上渠道需要创新 为了两者之间 或将打通融合 形成全新的零售生态平台 双方融合在一起 用更好的策略 用更好的方式去中间化 能够帮助商家 降低他们的整个运营成本 同时可以帮助很多卖家 消费者提供全新的一站式服务 我觉得可以解决社会问题 和经济问题 和整个一个市场 良性发展问题 美国总统大选即将举行 首轮的候选人的辩论 那么这一场辩论 对于两方来陈述自己 对于经济政治的观点 是至关重要的 三场辩论就将决定 两个候选人 谁最后能够登顶总统宝座 今天的辩论是一个开始 也是最为关键的一场 好 我们在宏观方面 将首先来说一说这个话题 从华外街到路下 最后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宏观方面的消息 两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 将在美国东部时间26号晚9点 展开首场电视辩论赛 这场辩论也已经成为了 美国亿万民众关注的焦点 接下来我们就在 前方记者狗二的带领之下 来看一下辩论会 今天将会是什么样子 随着美国总统选战白热化 希拉里和特朗普即将同台对垒 在11月8号大选投票日前 一共将举行三场电视辩论 首场电视辩论 美国东部时间周一晚间 北京时间早上9点 在纽约长岛 霍夫斯特拉大学举行 时长90分钟 首场辩论是综合性主题 分别是美国方向 成就繁荣和保障美国安全 涵盖美国人最关心的政治 经济和安全议题 区地大选投票日 只剩下40多天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希拉里请来资深顾问 扮演特朗普进行模拟辩论 又反复观看特朗普过往的辩论录像 研究他的言论风格 心理弱点和政策主张 至于特朗普则聘请高科技公司 建立希拉里的心理档案 利用数据分析 希拉里过去十多年来的辩论和演讲 寻找他的弱点 例如他意图回避问题时的习惯用词和姿势 辩论前的民调显示 希拉里顶先特朗普的优势 由本月初五个百分点 进一步收窄至只有两个百分点 首场辩论预计将有上亿观众收看 达到橄榄球大联盟年度总决赛 超级晚量级的观看人数 分析认为 两人首次同台正面交锋 很可能影响大约20%的中间选民取态 美国历来大选辩论 以比拼正刚为主 不少选民表示 对本届候选人不时互相攻击感到厌烦 外界关注希拉里和特朗普在辩论中 究竟是把重点放在人身攻击 还是以政策之声 ABC和华盛顿邮报最新的民调就显示 美国总统大臣先于胶着的状态 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上升至44% 而希拉里是维持在46%不变 而特朗普昔日的禁敌德克萨24州议员 克鲁兹宣布为特朗普背书 而目前为止呢 华尔街还是期待希拉里获胜 因为呢 他为大家所熟悉 而且有很强的从政经验 而特朗普虽然他的减税计划 或许会让华尔街感兴趣 但是他的不确定性 仍然没有让市场欢喜 首场电视辩论呢 对于候选人来说至关重要 那就过去的七场总统选举来看 首场辩论之后 支持率会至少拉拆两个百分点 这对于希拉里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他目前仅仅领先2% 至于首场电视辩论对于股市而言 一般来说 现任的执政党获胜 股市呢会上涨 而在野党获胜的情况就会相反 从1992年开始 标普500在首场电视辩论之后 评价上涨0.85% 这数据排除了2008年的 8.8%的下跌 因为当时呢正处于金融危机 并不与辩论相关 美国总统大选举行以来 不少总统候选人呢 是用辩论的机会 承担了扩大了其影响力 最终问顶总统宝座 但是也有人在辩论当中失利 无法挽回推势 56年之前 两党总统候选人首次走上荧幕 没想到呢 第一次就影响到了大选 而赢得的关键竟然是脉响 我们说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 和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 在辩论当中的言语交锋 是难分伯仲 但是刚刚做完了膝盖手术的尼克松 在形象上远逊于英俊潇洒的肯尼迪 电视观众呢 是一边倒的支持肯尼迪 而创出收视记录的是 1980年的辩论 双方是共和党候选人里根 和争取连任的卡特 两人的支持率呢 在辩论前相差无几 但是里根在首场辩论当中 充分的利用他很好的口才 和好莱坞演员的天赋 赢得了电视观众的心 而另一场经典的辩论是 1992年争取连任的 共和党总统老布什 和民主党挑战者克林顿 在亲和力非常强的克林顿身边 老布什表现欠佳 是落得了个不关心民众的 疾苦的这样一个反面形象 因此呢 克林顿 赢得了当年的总统大选 美国大选首场辩论即将开始 隔夜美股呢 却是全面的下挫 我们来看一下 你好 主持人 本周注定是美股进入市场上 充满波动变数的一周 本周影响市场的大事件 非常繁多 首先将会在美国东部时间 周一晚间举行的 首场总统辩论 已经成为了美国亿万民众们 关注的焦点 它的影响力同样呢 也拓展到了股市 目前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 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民调 非常的接近 而这一场电视辩论呢 非常有可能成为改变选情的事件 今天CNBC有一条头条的评论 它的标题是 华尔街突然醒悟到 特朗普也有获胜的可能 那么一直以来呢 希拉里是华尔街 比较心仪的候选人 而有些数据表明 特朗普目前的支持率 正在逼近希拉里 因此此番论调呢 也是施压了今天的美股市场 导致三大股指低开低走 道琼斯国益平均指数 5后的跌幅超过了150点 金融医药板块承压 那么其次呢 正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 OPEC会议 也是近期影响原油市场的大事件 市场担忧很可能会达成 动产的协议 因此推动了今天油价 大涨超过3% 而此外 在总统竞选辩论之前呢 市场的避险情绪高昂 黄金上涨 通行花旗预测 倘若特朗普最终当选呢 黄金很可能会在年底 涨至1425美元 而上周联储决定维持利率不变 今天欧洲行长德拉吉 发表讲话 声称 工资的增长是物价实现 可持续上涨的关键 他还表明 负利率呢 是确实存在负作用 再来看个股方面的消息 今天社交媒体 推特的股价表现呢 是受到了关注 上周五 推特传出 与许多潜在的买家 进行谈判的消息之后呢 股价大涨了21% 而这些买家当中呢 是包括sealsforce.com 今天早盘时 推特的股价出现了 获利回吐的现象 下跌了3% 但是随后又有消息声称 迪士尼公司也有意参与竞标 加入收购推特公司的行业 随即呢 推特公司的股价转跌为涨 好的主持人 很感谢来自纽约记者 到今天给我们带来 有关市场观点的一些汇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从华尔街到路下嘴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 是来自巨台投资 首席策略官许哥先生 我们将来聊一聊 美国总统大选的首场 电视辩论 马上进一段进行 好 新人你好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非常重要的一个 第一次在全民当中的亮相 就是说两个候选人的电视辩论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 有很多的这样一个电视辩论 是成为了一个经典的案例 今年很可能也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 因为双方候选人的 知识域很胶着 那您觉得这一次辩论当中 Hillary和Trump分别会展现出 什么样的一个特质 会用什么样的策略 来和对方进行电波 这次辩论是 就市场当中 对于两个人 谁会有绝对优势 是没有一个定论 就是说两个人的风格 是有点差异的 当然从政治的经验上面来讲 希拉里肯定要比他 比那个川普要好 但是川普又是个非主流 他常常会出其不易 他曾经做过脱口秀的主持人 所以希拉里面对这样一个对手 他有点无奈 在之前他也讲过 他不按常理出牌 对 他说我在这一次辩认赛当中 就准备好被他羞辱 或者被他骂骂 他也不知道会碰到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市场现在是默认两可 但是我想讲一下 这个总统辩认赛的话 它的意义在于什么地方 刚才节目当中也讲到 56年之前是美国历史上 第一次的总统辩认 也是在今天同一天 那么那个时候 应该是肯尼迪跟尼克松两个人 那么当时的时候 就是说当时还是黑白电视机 也是第一次在 以前都是广播转播的 或者是直播的 现在是第一次用电视来转播直播 它是黑白电视机 然后尼克松出来的时候 因为他的衣服穿得不是特别好 然后老太隆忠 而且一直在流汗 对 所以很多的选民就觉得 这个人是不是适合当总统 有没有总统像 所以在这个总统的辩认赛当中 很多的选民他看的 可能不是在专业方面 因为很多人可能对专业的 这个政治的用语 什么都不是特别了解 在美国也是一样的 所以他就看这个人在电视上面 是不是有转现出来一种 未来当总统的一种气场 或者说是一种总统像 显然肯尼迪更胜一筹 对 所以这一次 其实每一次的总统辩认赛当中 很多人都是看这个的 所以这个东西 在这一次当中 我个人认为真的是胜负难定 因为从整个屏幕的形象来看 当然不说外表 说这个气场来看 川普的话 可能会更加有气势一点 然后希腊里的话 就很多人现在在民意调查当中 也显示有55%的人 就非常讨厌希腊里这个形象 认为他有一点欺骗的一种感觉 没有那种诚实的感觉 太过于政治精英的这种形象 对 而且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一种 对 教导的感觉 因为这种电视辩论 它主要争取的是普通的 摇摆选民 对 老百姓的普通的选民 可能电视上面转现出来的形象 而不是他的政治观点 可能会占了更强的一个优势 所以这个 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谈一谈 这个哪个总统上台之后 对于我们投资的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现在目前市场认为 如果说希腊里上台的话 对于能源这个板块 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希腊里是希望 用一个清洁的能源 就是可替代的能源 去发展经济的 对于传统的能源方面 可能会有一个影响 但是川普的话 会有一个相反的 另外一个 希腊里对于生物科技这个板块 他认为这里面的价格虚高 有欺骗的一个行为 所以如果说 他的选票 在我们在看电视辩论之后 他的支持率上升的话 生物科技这个板块 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负面的影响 相反的话 那个川普的话 会好一点 会好一点 那么其实我们最后 从这个大选 哪一个总统上台 对美国经济 更有利这个角度来看 我个人认为 可能应该希腊里 会更好一点 川普有点 有时常认为 他琢磨不定 不确定性 太强 今天这样讲 明天就那样讲 另外一个 从政治的智慧 或者政治的一个经验来讲 那个希腊里 是远远高于那个川普的 特别我们 特别我们从他们的 那个税务的 这个减税的政策上来看 川普就是说减减 然后那个希腊里就是说 对富人征收一定的税 对于美国经济来讲的话 如果你一亿的减税的话 未来一段时间当中 可能会把这个赤字的问题 推到一个新的一个高潮 因为现在美国的这个赤字 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点 我们说到其实资本市场 对于一种大规模 所谓有什么卷税的 这种刺激措施 可能相对而言 一定程度上是欢迎的 但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确定性可能对他们来说 更加的重要 未来这个执政者 他可以遵循一定的政治逻辑 它是可预测的 predictable的 所以说这个对他们来说 可能是更重要的 我们说不确定性 可能会使得市场的 恐慌情绪加剧 所以说认为 如果特朗普当选 可能使得这个资本市场 会动荡 同时特朗普是共和党候选人 因为我们知道 前一任的这个奥巴马 他是民主党 所以说如果民主党的政策 能够一以贯之地去执行下去 可能对于市场的 一个可持续性是好的 那如果说换了一个 在业党成为了 这个总统宝座的 这个持有者的话 那可能未来 这个很多的政治的转向 就更加添上了 一个双重的不确定性 我们说这一次电视辩论 希拉里和特朗普 其实两个人的风格 是比较明确的 两个人的这个说话风格 语言风格 和未来可能会在 这边当中展现出来的 政治观点的陈述的风格 我们现在是可以预见的 但是最终这个电视辩论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向 会怎样去左右 这个选情的发展 我们要在今天电视辩论之后 再来为您细细地分析 好 我们这一部分的话题 暂时先聊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各业领长的板块和个股 文件事成本 板块方面 化学合成物 技术材料 消费性劳务 饮品和汽车配件板块 个股是上涨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个股方面 各个方面来自于生物科技 应用软件和垃圾处理板块 是比较抢眼的 我们再来看到 今天要说到的一只个股是 它是基于云计算的 一些应用软件的平台 当然它的旗下的平台很多 它涵盖教育 然后医疗 银行 个人的财富管理 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那么这一次 它是出售了一个 政府的沟通的一个 云计算平台 这个平台它是 2009年的时候买进了 当时说2000万美金 这次是1.53个亿卖出 所以赚了很大的一块 然后它的意思 就把这个利润 投入到回购股票 这对股价有一个刺激 另外一个主要是 做云计算这个垂直领域 那么近期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包括亚马逊 包括苹果 它的这个利润的增长点 就来自于这个 云计算这一块 这是一个未来的计算机 或者IT这个领域的 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我们说云计算板块 所谓这个未来的趋势 和一个产业布局 现在已经非常的明晰了 那么说其实云计算 它基于的这个 大数据的一个应用 现在已经在全行业铺开了 而且不是说一个 新兴行业了 已经是一个非常 非常倾向于 红海的这样一个行业了 我们说其实最近 有关于数据方面 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新的行业 可以去挖掘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 这个区块链分布式的数据 也是在这个大数据的基础上 属于一个大的一个数据板块 数字和智能的 这样的一个板块 大数据是一个未来的方向 大数据下面的底层 可能就是云计算 用共用的资源进行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总统大选 川普也是用了一个 大数据去分析 去分析希腊里的一些弱点 对 所以各个行业都可以用到 这个大数据和云计算 这一块 好 我们看到这个 大数据和云计算板块 在各行各业的一个运用 提升了就是全行业的 一个分析效率 也使得对一些行为的解读 对一些数据的解读 是更加的精准了 那么我们说 这一部分的板块 我们也是持续在 节目当中为您关注 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从华尔街道路前 所以接下来 我们来一组重要的 公司资讯 联合国国贸发会 在最新的发布会的 研究报告当中的 警告称由于很多的国家 过于依赖财政资资和低利率 来刺激现实的经济 目前的全球经济 正在面临一个 债务违约延的风险 新兴经济体企业 债务竟升至于 25万亿美元 为全球经济敲响的警钟 有专家警告称 在经济减粗的情况之下 大量的债务 可能没有办法赎回 从而使这些经济体 陷入到违约 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等 较大的新兴经济体 在这一次衰退当中 可能会受到 首先的冲击 进入行业 负面消息不断 不到一周的时间 高盛和美国银行 相继传出 亚洲区裁员的消息 华尔街大行 正在以裁员等 削减成本的方式 来抵御投行的寒冬 彭博援引 知情人士的消息称 美国银行计划裁撤 亚洲地区企业与投行业务 约12个高级别的岗位 波及该地区一些 董事总经理和主管 去年的美国银行 已经裁员于万人 而知情人士透露 今年3月 其又解雇了亚洲区 至少15位高级投资银行家 随着东亚的并购交易枯竭 再加上中国证券公司 进军IPO市场和债券承销业务 全球投行 饱受降低成本的压力 那此前有消息称 高盛计划裁减日本以外的 亚太地区约三分之一的投行业务 得益制银行股价 则是在昨天 欧洲市场大跌超过7% 截至收盘更是创下了 美股10.55欧元的历史新低 并带动欧洲银行股普遍下跌 其中瑞银 瑞信 巴克莱银行的股价跌 股价超过3% 而渣打集团股价跌超过2% 投资者担心 如果要支付美国司法部 140亿美元的巨额罚款 得益的资本缓冲将雪上加霜 得益持有的未到期衍生品规模 高达42万亿欧元 相当于整个欧盟GDP的2.8倍 这使其成为了欧洲金融业的 一个巨大的潜在风险点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母公司 周一宣布将通过现金加股票的方式 以大约32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美国第二大证券交易所运营商BETS 此项交易对BETS的估价 约是每股32.5美元 那该股上周五收盘价 溢价2.2% 全球最大的制药商 芝瑞公司周一表示 已经决定不再将旗下的 传统和新型医疗业务部门 拆分为两家独立的公司 而是维持目前单一公司的结构 那过去几年 芝瑞一直在考虑将公司 分拆成受药品专利 保护的新型医药业务子公司 以及另外一家主要负责 上市时间更久的 传统医药产品的子公司 惠瑞首席执行官RED表示 保持单一公司结构 能够提升各个业务部门的 运营实力 工作效率和财务实力 华尔街日报消息 毕马会对于100位 英国企业CEO进行的调查 显示 76%的受访者表示 由于英国脱欧公投的影响 他们正在考虑 公司的总部或业务 牵制海外 那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 一旦脱欧 英国的经商环境 将会受到影响 而重要的是 为不同的情景准备应急方案 从而对于对冲 未来可能遭遇的干扰 做一些准备 我们刚刚看完了 公司动态之后 我们再回到资本市场的嘉宾 聊一聊 值得关注的板块和个股 分别是什么 我们要说到的 首先是移动板块 手游概念 另外要说到的是家居装修 我们先来说手游概念 夏丽富的1.35 昨天我们说到的是 动试暴雪 动试暴雪也是游戏板块 一个非常龙头的企业 但是我们说游戏 手游概念 这种公司 其实它相对比较特别 除非是进行全产业部局 它可能成为产业巨头 但是很多的公司 往往是一款产品 突然爆红 然后使得股价暴增 然后成为了一个 短暂性的行业龙头 那么这家公司是什么样的特点 我们先讲 另外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大家可以看到 阿里巴巴它的增长非常快 因为淘宝 在中国的电商行业当中 是No.1的 但是今年的话 腾讯是超过了阿里巴巴 成为了全 对 这个是非常大的公司 最好的一个公司 那么这家小企业的公司 很多人认为 它只是一个设计软件 但事实上 推动它业务发展的是 游戏 游戏占到它上半年的 48%的一个 一个整个营业事务 而且它增长率达到32% 这个是非常非常快速的 一个增长 目前国内的话 游戏的整个行业 就是腾讯跟网易这两家 但是网易的发展速度比较快 所以现在腾讯 它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手笔 就是收购了一家全球排名 第一的手游的公司 叫Sphere Seal 这家公司其实也是很传奇的 它10年成立 当时的时候也就六个合伙人 然后到12年出了两款 两款都是爆款 就全球排名第一第二 到了去年的话 其实也就六年时间 整个收入达到9.53个亿美元 所以腾讯花了巨额资金 大概86亿美金 是收购了这个鞋子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游戏市场 未来一段时间当中 如果这个流量 导到这个爆款的游戏里面 会出现整个市场的 非常快速的一个发展 包括我觉得个人的 中国的个人游戏 特别是手游这个市场 也会出现非常快的一个增长 另外一个 从全球这个视角来看的话 也有一份市场的研究报告 今年的整个游戏的行业 增长是8.5% 然后8.5当中 手游已经是首次超过了PCG 就是在电脑上面的那个PCG 今年的增长 可能达到21.3% 这个增长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快 但是整个市场 亚洲区的市场 占到整个手游市场47% 然后全球的市场当中 中国占到25%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当中 我个人觉得 中国投资者 我们可以去多关注 这个板块的一个发展 可能还不是在欧美那个市场 或者说我刚才讲的 我们刚才屏幕上面 看到那个股票 反而中国这个市场 它未来一段时间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中国人非常喜欢玩游 而且愿意为它花钱 可能能够激缩也大 所以这块市场的增长 特别是腾讯收购了 那家新公司之后 中国市场 我个人觉得 是会非常非常快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 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个一线城市交通 我们在上班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零碎的碎片的时间 来回到交通的路上 我们说这个时间 其实对于手机游戏而言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占领的时间点 另外一个就是可能 迁徙后的一代 00后或者95后 他们的观念 跟以前不一样 另外一个他们也有钱了 他们喜欢把这个钱 画在这上面 70后60后 很少去玩 不会去花钱买装备 对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们说到 除了这方面 一个主要的需求因素 还有整个全行业的 一个带动的作用 在游戏行业的一些大公司 我们说大鱼 吞并小鱼的这个案例 是出现的很多 所以说很多小型的 这个游戏公司 也是把整个的 这个行业的热度 给带动起来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 另外一个相对比较 传统的行业家居 家居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 总统大选的辩认赛 其实无论哪一个总统上台 在美国的话 基建这个行业 两个总统候选人 都是非常支持 而且要大力发展这个行业 包括现在没有谁上台 就是奥巴马政府的话 现在也是大力支持 美国的房地产事业 和基础建设的这个事业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新房子的市场 会非常好的话 会带动下游的 整个产业链 包括家装和家居这个行业 那么另外一个 在美国的话 我们看到 个人的收入也是在提高 包括我们之前看 个人的每一周的 周星的一个水平 也基本上在2.2到2.5的 一个同比增长的 一个速度 美国的消费者信心 在近期的话 也是有到了一个 历史的高位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 家居家装这个行业 在美国目前来看的话 走势是比较好的 反过来 如果我们看中国市场的话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房地产的热是非常非常热 那么买了房子 下一步很简单 这个投资逻辑就转移到下游 因为你房子 已经那么大的一个大件买了 后期的那个装修 你无论如何也要跟得上 所以我个人认为 可能未来的一年到两年 这些新房子落负之后 整个家装板块的下游 应该是会续房地产之后启动 反而房地产这一块 可能现在市场产能也比较多 到底是不是过热了 会不会政策调控 但现在已经卖掉那部分房子 可能会 肯定是会面临一个 刚性的装修的一个需求 所以这个板块 我个人认为 一个家居一个装修 都是可以在值得 未来的几个月 或者半年当中 可以去多关注的 有很多的 家居板块 装修板块 是比较亮眼的两个板块 未来其实还是属于 这个房地产的一个发展 我们说家居建材和房地产 是联系非常的紧密的 还有包括一些家电板块 也是一样 购置新的这样的一种 居住的一个需求 好 我们看到 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已经树立一下 宏观方面 有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 一些消息 另外我们看到 游戏板块和家居板块 一个新兴行 一个传统行业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 值得投资的一个机会的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相关其他方面 一些比较有趣的新闻 那今天播出内容 你可以通过我的微信公众号 来了解一下 法国当地时间 本月29号两年一建的 巴黎车展 将会正式开幕 各大汽车厂商 将借此平台 推出自己的最新产品 其中的电动汽车 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即将开幕的 2016年巴黎车展上 各大汽车厂商 将推出的电动汽车 是绝对焦点 其中雪佛兰这款 续航里程383公里的 BOT EV 引发很多人关注 一次充满电 它能行驶383公里 是很多人日均驾驶 里程64公里的5倍 大众公司将在 巴黎车展期间 带来全新概念车 而此前 已经亮相的 这款概念车型 采用大众最新的 电动车平台打造 应用了手势控制 等多项新技术 车顶还加入了 太阳能电池版 据说大众公司的 纯电动汽车 续航能力 将达到400公里 到600公里之间 令人期待 本次车展上 丰田将带来 全新普瑞斯 插电混动版车型 满电状态下 它的纯电续航里程 为60公里 快充20分钟 能充满80%的电量 和电动汽车相比 无人驾驶汽车 在本次车展上 并未受到太多瞩目 业内人士称 汽车厂商 目前还在试着 了解这项技术 将如何影响汽车产业 2016年巴黎车展 将于等地时间 本月29号 开启媒体预展 10月1号到16号 正式对公众开放 据新华社9月26号报道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 体验中国出口的雨空特车 考验中国装备 走出去的情况 李克强强调 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 有利于实现外贸 从大进大出 向优进优出转变 装备企业既要发挥 性价比高的竞争力 又要在质量 技术 和服务等方面练内功 提升中国装备 出口的附加值 要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倒逼我国装备制造业 转型升级 跃上中高端水平 一带一路战略思想 正式提出已经有三年的时间 昨天在中国商业联合会 举办的一带一路 国际交流项目发布会上 中国海外发展协会秘书长 何正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三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 超过预期 而未来中国在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基础设施投资 和企业的收购并购方面 还将释放更大的潜力 一方面是他们的汇率 相对来说就比较优惠一些 另外一方面 它的贷款周期都比较长 所以说我们更多的 像我们国家的开发银行 我们的金融货银行 国内现在有很多的基金 也有很多的企业 现在是也通过香港 像融资的方式 通过人民发债的方式 然后获取大量的资金 通过这资金 再投到技术建设里面去 不像这样的话 就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的话 资金上是有一个保障 另一方面 2015对外投资报告显示 去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达1456.7亿美元 主要用于收购 发达国家的实物资产 无形资产和企业股权 但却有1164亿美元 流向了开曼群岛 维尔金群岛 百慕大群岛 分析观点认为 这在一定程度说明 中国企业想投资 并购企业 仍然需要到这类群岛 注册工科公司 以召开欧美国家 对中国企业投资的限制 何政委认为 除进一步打破市场繁离之外 挖掘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市场潜力 也将是未来中国企业 对外投资的重要战略 中国改革开放 历史上有无数大大小小的会议 其中被人记住的却并不多 但是1984年的莫甘山会议 却留下了惊人的一笔 它深刻影响了 中国30年的改革进程 2012年新莫甘山会议发任 举办到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 那么今年的莫甘山会议 聚焦有哪些议题 学者有哪些经验的观点呢 我们来看报道 2016年的新莫甘山会议 就在我背后的 卢花档饭店举行 今年一共有88位的 中青年代表和 34位的特约代表上山参会 这两天来我们最大的感受 就是这场会议的不拘一格 因为所有代表的发言的顺序 和每一位代表的年龄 资历深浅 以及他们的职务高低 没有一点关系 而完全取决于 他个人的研究方向 以及当下大家最关心的热点问题 今年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呢 就是金融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金融改革如何服务于 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 金融监管的改革 普惠金融互联网金融 这些热点话题 另外大家谈论最多的关键词呢 就是莫甘山精神 延续1984年的莫甘山精神 大家认为他代表的一种 磅礴的创新精神 代表着一种巨大的一种使命感 以及百花齐放 平等争鸣的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 会上实体经济三去一将一步 金融系统配套改革 和破除银行业垄断等 成为了参会代表的这一焦点 我说了金融改革的 六个世代必行里边 首先有关的就是金融多样化 银行业它提供的金融产品 还需要进一步多样化 这听起来呢 有一个金融产品设计的技术问题 但后面跟着的实际上是 一定要有破解金融领域 过度垄断的问题 在存款保险制 终于在2015年推出之后 本来应该有一大批 小银行 村子银行 社区银行 小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加入竞争行列 似乎听到有关部门的态度说是 这种小银行这方面的发展 是成熟一个批准一个 到现在为止没听说批准多少 我们还得看它到底怎么样推进 去产能 去库存 降成本 恰恰有一个事 大家都忽略了 补短板 就是说又怕企业倒闭 又骂人家僵尸企业 又怕人家倒闭 倒闭为什么 就劳动 就是这个社会不稳定 那么缺在哪 短板没补上 社会保障不足 你就所以怕破产 你怕破产 你就它只能加杠杆 而不是去杠杆 怎么办 问题就是要创新升级 所以我们的刚才说了 我们的金融体系怎么变 那么金融体系 从供给这讲 刚才说了 我们的金融资源 财政资源 财政资源补短板 补社会保障 然后我们的金融体系 要服务于创新 产业升级 其他的事情 它自然就迎着而解 相取一补一将 应该总体来说 这个政策是比较好的 但是大家都应该要 拿出可实操心的这种 就是方案的这种思路来 比方说居民房贷的上升 应该还是要引起 相当大的关注 因为这实际上 是一个杠杆的转移 就是你去产能 或者是说去库存 对于整个社会经济来说 是一个相对紧缩的事件 而中国目前应该说 处在一个金融周期的高位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就产生了 大家既希望能够去化 又希望 就是能够把它平安落地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 及接牌仪式昨天举行 至此国资委主导的 两大国企改革基金 均已落地 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 总规模为 人民币3500亿元 首期募集资金1310亿元 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专家表示 该基金是供给侧改革的加油站 是国企改革的启动基金 两个基金的落地 将为新兴产业发展 央企并购重组 和去产能提供直接动力 有利于要素资金的聚集 本期首席对策 专访法国巴黎银行 全球市场经济中国研究部主管 董事总经理 兼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 他是法国巴黎银行 全球经济预期委员会的委员 也曾是国家提改委 成立时最早的官员之一 参与了有关企业改革 财政金融体制改革方案的 研究和政策推广 他在本次专访中表示 中国经济增长发力点 会建设大都市圈 及产业升级 8月份PMI数据 并不能显示经济重回乐观 货币政策应该保持被动宽松 财政减税及盈改增的效果 有所滞后 要下半年才开始体现 而人民币流动过程中 应该警惕资本外逃 纳入SDR短期 不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影响 9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8月份的官方制造业PMR的数据 是50.4 重回到了荣库县的上方 是近两年的一个高位 对于这个数据您如何解读 很多人认为对于中国经济 要重回乐观 您赞同吗 这个数字比上个月好 8月份的数字又回到库隆县之上 这是大家所期待的 应该说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据说一个月的数字 来证明说现在已经 经济又开始欣欣向荣了 这个判断应该说太过于乐观 还是过于轻率 我们觉得现在工业增长的情况 又是好转 跟前面的形势的变化 应该是有点关系 特别是7月份 我们看到工业企业的利润 增长的速度 7月份达到11% 1到7月份上升到6.9% 这些数字应该是有所改进 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的 工业增长速度要回复到增长 看着这个距离太高 我个人感觉第三季度 应该仍然还是我们 今年经济增长当中的 属于应该是挖底 看到社科院李扬团队 认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债务水平 已经达到了250% 那么我们高层又说 要抑制这个资产泡沫 那您认为面对这样的经济大环境 我们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应该怎么样来把握 到现在货币政策 真的是有一点疲倦 有一点疲劳 光靠货币政策就不行了 我们现在边际货币效应的效果 货币政策效果在下降 我们现在要为一个GDP的增长 为了增加许许多多的货币攻击 要更多的信贷攻击 这个是不成的 所以货币政策从现在看 应该说保持一种被动宽松 还是必须的 我觉得我反对主动宽松 被动宽松是必须的 那么财政政策 我们今年应该来讲 从现在看 财政政策是相当积极的 但是财政政策的 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效果本身 没有发挥到财政 积极财政政策所希望达的效果 所以这个减税的效果 它可能是要下半年以后 才能体现出来 看一下未来 中国经济的发力点在哪里 因为我们都知道 前30年 中国经济的得利于 这个劳动力红利的释放 以及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 这样的推进 那么接下来 我们的经济增长动力来自哪里 如果说我们要保6.5的话 那么什么是新的动力 先不说6.5 我觉得6.5在我个人感觉 这个判断有点太高 中国经济可能已经过去了 那个6.5以上增长的阶段 我们现在的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客观上已经下降 我们的这个新的劳动力攻击 已经开始出现减少 对吧 我们这个股定上投资 这个资本形成额的增长速度 也不应该像以前那么快了 我们现在应该更多的推动消费的增长 经济结构要调整 都市圈的发展以后呢 是给中国带来了 有供给 有需求和攻击 两方面都做出来 对那个机队经济发展很大的这个推动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这个增长的动力 未来的增长的动力 在增长的增长中的三个规划 2025 2035 2045 对吧 这有一个三个目标过程 这个取决于两块东西 一个是大的机械设备和这个装备的这个大规模的升级 对我们可以看出来的 这个现在这个中国政府所采取大规模的想推动这种技术进步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 跟大家一块 也就是2014年 2015年 中国的旅游者购买了全世界的马桶盖 买回来了这些东西对中国的一种刺激 好 这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 随着楼市近期再次成为热点 监管层也在继续强化房地产政策的监管 银监会上海监管办公室 日前印发了上海银监局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规范辖区内商业银行 与房地产中介机构业务合作管理的通知 明确规定对于有诸如给购房者提供或参与首付款 或尾款等融资 曾经制造或参与制造假案街等五项违规行为的 房地产中介机构立即终止与其合作关系 并将其列入黑名单 报送上海市同业工会 此外 杭州也祭出重权监控地榜 杭州市国土资源局调整了 土拍的竞价方式 限定土地拍卖最高溢价150% 自2016年9月27号 也就是今天开始执行 继昨天开启限沟之后 南京市政府网站又公布了市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督管理的意见 意见提出进一步增加商品住房上市供应 加大商品住宅土地供应 稳定商品住宅的价格强化综合执法等13条政策措施 在业内看来伴随着二线城市楼市持续火爆 房贷增速及其他相关杠杆快速攀升 中央政府有可能大幅收紧政策给房地产市场 数据显示 实施现代限购政策满月后 南京新房价格环比涨幅超4% 苏州房价涨幅近1% 而厦门限购一周后 商品住宅成交下跌89.4% 不过价格却环比上涨12.6% 这一次呢 无论从年初的深圳 还是后来的上海 还是一直到现在 总体上来看 就是和以前不一样了 不一样呢 可能有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个最重要的考虑 我认为如果处手太重的话呢 怕引起这个形势的急剧的变化 会出现灯盘啊等等之类的 如果这个房价这种非常火速的 这个上升的这种态势 蔓延到更多城市 然后地价上涨 再加上这个各方的这个杠杆 继续攀升的话 那么政府可能会采取更多的措施 来降温 对于下半年全国楼市 专家认为 如果更多城市房价和地价 快速上升 房贷增速 及其他相关的杠杆 快速攀升 那么中央政府就更有可能 大幅收紧政策 给房地产市场降温 现在的问题 我感觉是主要在于 这个金融机构和这个开发商 以及投资者 投资机构 他们之间 利用这钱的这个监管方面的 这个漏洞吧 就是过多的把这个资金 引入了这个房地产领域 所以我们就是建议 就是金融机构要加强 这个资金的这个监管和清理 清理和查处 今年以来的上市房企 发债融资动作频繁 截至目前发债规模 逼近万亿 业内分析认为 依赖高负债激进拿地 或并购扩张的房企 正在积累风险 一方面的融资渠道 或得收紧 另外一方面 当房价下调 绝大部分房体 将面临空前的资金压力 9月26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公告称 拟发行债券规模 不超过人民币 70亿元的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 将用于偿还公司借款 调整公司债务结构 并拟用剩余部分资金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改善公司财务状况等 据统计 出于购置土地 偿还债务等资金需求 进入下半年后 上市房企持续在资本市场 发债融资 仅仅以公司债为例 9月份以来 先后有月秀地产 碧桂园 蓝光发展 莱蒙国际 中房地产 五州国际等企业 陆续公布了发债计划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指出 依赖资金杠杆 激进拿地 大举扩张的上市企业 正在累积风险 一方面 监管层正在逐渐释放 收紧银根的信号 这意味着房地产企业 普遍采取的 借薪长旧模式 将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 尽管当前 全国范围的 大中城市房价 仍在上涨 但是一旦进入 价格下行通道 将有八成左右的企业 面临财务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 证监会 在7月末表示 不允许房地产企业 通过再融资 对流动资金进行补充 募集资金 只能用于房地产建设 而不能用于拿地 和偿还银行贷款 业内认为 这意味着监管层 正在收紧房企的 融资渠道 楼市火爆的背后 也引发了 产生负面外衣效应的担忧 平安证券认为 房地产对于 流动性的大量消耗 可能意味着 对于股市来说 可配置增量资金 正在远去 低迷的市场风险偏好 恐怕要维持更长的时间 此外 国院发展研究中心 原副主任刘世锦担心 房价大幅上涨 使得社会创新成本上升 同时飞流了 可能用于 创新创业的投资资金 那长期而言 会损害中国的 创新创业的能力 而对于人民币的影响 苏格兰皇家银行 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胡志鹏认为 中国一线城市房价飙升 可能会推动投资者 将目光转向海外 更便宜的替代资产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资金流出 可能会引发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从这张图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中国部分的 一线城市 以及二线的热点城市 房价同比涨幅高达30% 而美国主要城市 房价的涨幅 仅有5%左右 胡志鹏还认为 目前很多人的共识是 局测层可能会牺牲汇率 以避免房价剧烈的调整 因为房地产 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系统 更加的重要 那通过对比了解到 全国的房地产 一线以及热点的 二线城市的房地产 以及股票在GDP 家庭资产配置 银行资产 以及政府收入方面的占比 从这张图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房地产的占比 远远大过于股票市场 可见房地产部门的重要性 不过在这波 房地产行情当中 也并非所有人 都是持续地看涨楼市 在海同证券分析师 江超看来 中国地产过热 难以持续 今年的地产销售 会已经接近历史的顶部 2016年或是 中国地产市场的 历史大顶 那么作为传统能源的 一部分石油行业 不仅关系到 国家的能源安全 同时也和 国民经济发展 息息刚关 那今天呢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的是 一位在石油科技战线 工作了30余年的 优秀党员代表 中国石油勘探 开发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 胡永乐 让我们一起 走进他的故事 2016年9月8号上午 在位于朝阳区的 塔里木石油酒店里 正在进行 油气开发 专项任务合同书的 终审会 与会专家正在热烈讨论着 国家重大专项 二氧化碳补及 驱油与埋存 关键技术 及应用合同书的 终审会报 这一技术 主要是将排放的 二氧化碳补及起来 注入到油田 在实现二氧化碳 驱油提高 石油采收率的同时 把二氧化碳 埋存在油厂储存中 主要公关 针对我们国家 录像油厂 开发的一些 关键的理论 关键的技术 以及现场公关 实验方面的研究 实际上对我们做的 这个工作 对支持国家 大的政策 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项工作 这一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就是中国石油勘探院 副总工程师胡永乐 目前美国等 西方发达国家 已经有较成熟的经验 但我国与美国的 地质条件不同 油田属于 录像沉积储存 因此不能照搬 国外技术 在胡永乐的带领下 研究团队 经过近十年的攻关 已经取得了 一项理论认识 和多项技术进展 如果进展顺利 将为我国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 做出贡献 带来巨大的环境效应 就用油藏 这样一个载体 来埋存 二氧化碳 能够减少个几十亿吨 那是没有问题的 除此以外 我们还有 就是 埋存二氧化碳 还有 就是可以往 盐水层里埋存 那个就没有 趋油这样一个 这样的经济利益存在了 那就是 纯的 工艺性的埋存 胡永乐表示 目前中石油的吉林油田 已经启动了 二氧化碳 驱油与埋存示范区 十三五期间 计划将已有的 和目前尚不成熟的技术 继续攻关 在完善后 推广应用到 鄂尔多斯长庆油田 以及新疆的部分油田 从而为国家减排 二氧化碳 以及企业提高 油田的采收率 做出贡献 七年以后 如果这个碳税要实施的话 那给你一定的 二氧化碳配额 一个呢 就是控制你的排放 第二呢 你排放多了 你可能就要 给国家 就要交一部分费用 你也可以把指标 转给我 我把它给你埋在地下 这样的话呢 它呢也可以 省一部分钱 或者说 至少大家呢 就有一个紧迫感 这二氧化碳 不能随便埋了 大家呢 就会对这项技术 也会重视起来 二氧化碳的 驱油与埋存关键技术 只是胡永乐从事 石油开发行业以来的 重要研究项目之一 自33年前 踏进石油行业的大门 他曾参加 新疆科克亚 东海贫湖 克拉二等 多个油气田 开发方案研究 负责中石油 95重点项目 低渗透油田 高效开发新技术公关 并参与国家 973项目 发表论文八十余篇 出版专著五部 并先后获得国家 西汽东书工程建设 先进个人 百千万人才 国家级人选 中央企业劳动模范 中央企业优秀 共产党员等荣誉 尽管2015年以来 国际低油价趋势持续 给石油行业 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但胡永乐仍看好 这一行业 坚信波折总会过去 因为是一个科技工作者 石油行业的 那肯定是要 在科技创新这块 要起带头作用 现在呢 我也是有一个工作团队 要带领大家 搞创新成果 为我们油田 提高油的采收率 我这一辈子 肯定就是以石油 就哪里有石油 哪里就是我的家 肯定要干一倍的 就全部要奉献给石油 第一财经记者 黄金金 摄像李威报道 好 这里是我们来关注 重要的市场消息 周一呢 全球主要股指普遍下跌 受到德英与大选的施压 美国股市积极下跌 在美国上市的 德英银行股价 收跌7.1% 金融板块普遍下滑 受到德英股价下跌的影响 高盛 摩根大通等金融股 普遍走低 欧洲三大股指 悉数收跌 受大型银行股 走跌的拖累 亚太股市多数下跌 日经R5指数 跌幅于1% 好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期货方面连线 东正期货的林翔 请来介绍一下 国内主要期货交易品种的情况 早上好 林翔 早上好 主持人 首先我们关注一下 隔夜的贵金属 周一黄金价格窄幅波动 市场目前 就要在美国的大选上面 金价在美联储圈目不加息之后 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反弹 目前是处在一个 窄幅盘整的阶段 市场对于黄金的走势 还是取决于美国大选的 这么一个顺利程度 上周五 CFTC的持仓也显示 在美联储圈目不加息之后 整个基金经理和一个理财师 是连续两周大幅的削减了 纽约七斤的一个尽多的持仓 然后我们关注大宗商品 所谓大宗商品涨跌互线 工业品强于农产品的走势 延续 黑色金属方面 煤焦价格是继续领涨于其他品种 整体来看 经历到之前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 刚才价格在运输成本上升的 这么一个影响下 是整体呈现一个反弹的 这么一个走势 铁框方面 部分的输港量是出现了一个下降 在运输的新阵实施之后 整个气运的这么一个影响 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整个出车的情况 较新阵前是明显的减少 因此国庆节前的炉料品种 走势偏稳健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的高 而整个刚才品种 我们认为在节前 还会保持这么一个 窄幅反弹的这么一个走势 最后我们关注股指期货 昨日户指低开低走 若是盘整后 多日后终于是击穿了 击穿了3000点的一个整数关口 池仓上来看 7指的池仓在大跌的影响下 整体的减仓 且是继续的一个分化 RF以及IC的持仓的均需 有不同程度的下滑 RH的持仓不减反增 是继续的维持一个增仓的 这么一个走势 市场对于后市的看法 是再度显现了一个分歧 多空分化表现的还是延续 但是目前我们认为 整个多空双方的力量 还是相对的有限 或者维持这么一个缩量 匍匐的可能性 会比较的一个大 因此我们认为 节前整个市场的多层 还比较难有作为 好的 主持人 好 非常感谢林逸 我们继续来谱的市场 本周是A股国境小长价钱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 户指终于摆脱了 之前的瓶颈 不料却是遭遇黑色星期一 户指昨天收盘 出现了部分的恐慌盘 并到指数跳水 最终失手3000点 创出一个月半以来的新低 创业版当天走势里 也没有带来市场的任何惊喜 T彩股的下沙 午后拖累股指一路走低 尾盘筹码有涌出的迹象 两次全天成交 4247亿元 将邵张五小幅的放量 那另外融资方面 截至9月23号上周五 两市融资预额合计时 8880.3亿元 环比流出41.6亿元 分析认为 护指今年以来的总体上 处于是宽泛的横盘 震荡区间之内 那昨天跌至了半年线 而从二季度开始 护指一直处于半年线的上方 如果没有意外 在这个关键的技术点位处 存在一定的支撑 那就风格而言 现在周期权重和成长题材 一定表现不佳 结构性交易的机会 此起彼伏 但是可操作性比较差 指数的量价表现和板块的 快速无序的轮动 都是弱市场的特征 昨天市场跌幅 再次让投资者感到措手不及 那怎么看待最后一周的行情呢 对此身份红颜市场研究总监 贵浩铭认为 节前大盘弱势震荡为主基调 周围股市呢 这个下跌比较明显 股市也破为了3000点 在上周末 这个欧美市场的下跌呢 成为这次下跌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另外呢 市场上对于有关部门 正在推出 这个CDS也就是所谓的 信任违约掉期 这样一种新的业务呢 这个在理解上面 也有一定的问题啊 这两种因素结加 那么再加上市场本身呢 在这个区间的落实争论 已经有了一段时间 这个无力上空 这就形成了注意了一个 比较明显的下跌 那应该说从旁边来看呢 做空能量呢 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宣泄 那么我们认为 在没有新的利空消息情况下 大盘呢 还是有望在这附近 作件起稳 昨天的大跌呢 使得大盘9月14号以来 首次跌破3000点的关口 是什么原因 让横盘许久的大盘 突然之间改变风格呢 资金面或许给出一个答案 据央行网站消息 央行昨天进行了 12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 100亿元28天期逆回购 且公开市场昨天 有3750亿元逆回购到期 据此计算 央行昨天净回笼资金 达2450亿元 抽水力度达到 今年3月4号以来最大 也结束了此前连续 9个交易日的净投放 此外据统计 本周公开市场 共有9150亿元逆回购到期 有市场交易员观点称 本周面临跨节跨际因素扰动 同时公开市场到期量将近万亿 资金面依然面临一定压力 市场情绪难拖谨慎 目前仍需继续关注央行 后续的操作力度 央行此前已经释放出 希望遏制杠杆的信号 央行副行长一刚称 短期要稳杠杆 要把杠杆率增速降下来 中国要通过优化杠杆率的结构 使其合理有效可持续 对此央行甚至在过去一个月 重启14天期和28天期逆回购 这两项贷款工具 而不再像以往那样 仅依赖7天期工具 降杠杆的意图也很明显 根据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 证监会做出窗口指导 取消此前对于QFIT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产配置当中 股票配置不低于50%的要求 允许QFIT灵活对于股票 债券等资产进行配置 那知情人士称证监会近期呢 已经就此通知至少部分QFIT 和QFIT的托管行 但是可能不会有公告 有观点认为一直以来 A股没有完全纳入MSCI指数 是因为外国投资者 进入这个市场受到限制 而QFIT限制的放宽 以及护港通的启动 则是拓宽了国际投资者 进入到中国资本市场的途径 国庆节前后最后一周 持股还是持币再度成为了 市场关注的话题 过去10年的数据显示 国庆节前后首周大盘上涨的 概率达到8成 针对2006年至2015年 国庆节前后各一周 以及国庆节前后交易日 大盘监测显示 上证指数在国庆节前一周 6涨4跌 涨幅最大的当属2008年 国庆节前五个交易日 上证指数涨幅寓意成 其余年度 节前涨幅均不超过3% 4年下跌中 2011年节前一周 跌幅3.04% 位于跌幅榜首位 其他三次跌幅均约为2% 国庆节后一周 市场表现喜人 8次上涨 两次下跌 平均涨幅2.46% 8次上涨中 2007年 2009年 2010年及去年 节后一周市场有惊人表现 涨幅均超过5% 近10年 仅2014年和2008年 国庆节后一周 上证指数下跌 跌幅分别为 0.19%和12.78% 受假期效益影响 近10年数据显示 国庆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市场表现较为低迷 8次上涨 两次下跌 平均涨幅0.86% 除2007年 2010年 2012年 当日涨幅超过100% 7与5年涨幅均低于1% 相比之下 国庆节后 首个交易日 市场表现相对活跃 近10年 平均涨幅1.07% 其中 7次上涨 3次下跌 7次上涨行情中 仅2014年 节后首日 涨幅不足1% 去年9月 市场迎来两轮 极端走势后的修复行情 大盘在3000点上方 债幅波动 国庆节后首日 上证指数 跳空高开 当日涨幅3% 随后一周 收获近7% 涨幅 好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 东北证券财富管理部 总经理郭峰先生 请他点评下 有哪些消息 可能会对于市场交易 产生影响 郭先生早晨好 你好 宇飞 下面我们关注 以下几个重要信息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关于国有企业 结构调整基金成立的 这样一个信息 国资委主导的 两道国企改革的基金 落地 国有企业 结构调整基金 总规模为人民币 3500亿元 首期募集资金 1310亿元 是目前国内规模 最大的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 那么这个基金的成立 也是主要是发挥 国资杠杆的 这样一个放大作用 基金是促进 央企产产业重组 整合的重要纽带 更好地发挥 国有资本 在结构调整中的 引导作用 加快央企的 结构调整和 发展方式的转变 那么国有调整 基金成立 主要投资的领域 在四个方面 一是战略投资领域 重点投资于 国防进攻 战略物资储备 石油天然气 以及电网通信基础设施 战略性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 等涉及国家安全 关系国民经济 命脉的重要行业 和关键领域 第二个呢 是转型升级领域 基金将发挥平台和桥梁 作用推动 央企转型升级 第三个是 并购重组领域 那么重点是 助力装备制造 建筑工程 电力钢铁 有色金属 航运建材 旅游航空服务 等领域的 一些中央企业间的 强强联合 第四个是 资产经营领域 重点助力 钢铁 煤炭 电解链 水泥 等产能过剩的一些 去产能低效 无效资产的清理 那么已经呢 与中央企业 进行一个互补性 协同性的 低效企业业务资产退出 建立和退出机制和通道 那么 整个基金的成立 在这四大领域当中 将发挥一些 积极的一个作用 那么接下来 我们关注一下 三级报的一个情况 临近九月末呢 多数上市公司 已经披露三级报 已经有 738家公司呢 三级报预期 截止昨天为止 两市一共有 1114家上市公司 公布了2016年的 三级报的一个业绩预告 其中 738家预期 占到了已公告 上市公司的 66.25% 那么整体来看呢 似乎上市公司的业绩呢 还以略微有所改善 那么在预洗公司当中 三大行业表现明显 汽车 传媒和电子 等三个行业呢 处于一个临跑的阶段 那么像汽车产业呢 主要还是受益于需求的 一个持续性的复苏 多家公司 业经利润预增幅度 超过100% 像亚下汽车 以及特需 红特 金密 奥特加 宁波 华翔 新明 智通等 跟汽车零部件 有关的一些公司 那么第二个呢 像传媒并购成 也成为产业发展的 一个主要趋势 传媒行业当中 也有很多公司业绩 增幅超过100% 其中有北纬通信 三期互渝 昆仑万维 中南文化 思美传媒等 那么另外呢 电子技术革新 和新品的需求联动呢 也使得电子行业的表现 最为突出 那么电子板块的上场主题 也趋于一个多元化 伴随着苹果新机的发布 以及5级通信 光通讯等 带来的一些技术变化 和新产品的需求呢 整个电子板块的上涨主题 确实有一个轮动的机会 那么也建议投资者 在弱势当中 关注一下 三级报预袭的 一些行业和个股 可能在四季度当中 会迎来一些反弹的机会 最后来关注一下 PPP项目的这样一个进程 那么近期呢 第三批的PPP示范项目呢 推出在即 发改委已经向社会公开推荐了 1233个PPP的一个项目 那么总投资额呢 达到了2.14万亿 那么这样一个规模 应该是有一个明显的增长 那么这样1000多 这个PPP项目当中 主要涉及了七个领域 包括像能源 交通运输 水利 环境保护 农业 农业和重大市政工程 这七个领域 那么这七个领域当中呢 其中环保项目占比是比较大的 数量过百 我们也注意到 整个环保行业呢 开始凸显它的一个投资价值 推行三年以来的PPP版项目呢 在市场当中 应该说是 今年进入到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环节 所以呢 这个跟环保行业的一个特征 是有密切关系 那么截至六月末 环保内路库项目达到了 3144个 总投资额 1.81万亿元 比三月末呢 增加了460个 这样一个规模 那么从项目数量来看 环保内项目中 污水处理项目占比最大 达到了740个 那么从投资额来看呢 生态建设和环境占比 也是占最大 占到了4918亿元 占比达到了27% 所以呢 整个从环保各个子行业当中来看 跟污水处理 以及生态建设相关的一些 上市公司呢 也是值得重点关注的 以上是我们关注的最后信息 小环保金头 叫我给予非 好的 非常感谢郭先生的点评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 最新的券商行业报告 那山西证券研报认为呢 国家税费改革有利于 降低光伏电站运营的成本 新发布的国家光伏政策 将会促进光伏产业的良性 持续发展 并解决光伏发电 重点地区的气光现象 那行业龙头引领成本下降路线 产业集中度逐步提高 从行业整体规模发展的速度 产能利用率 技术发展 以及成本下降情况来看 一线龙头企业与二三线企业相比 有着明显的优势 光伏产业也将随着竞争的逐渐加剧 使得产业集中度逐步的提高 那重点关注光伏装备制造方面 选择精运通 精工科技 精盛基电 光伏产品制造方面选择 特变电工 龙机股份 阳光电源 东方日升 航天基电 光伏发电方面 重点选择 太阳能 雅百特 矿达科技 长江正确研报认为 进入四季度之后 随着三季报和年报业绩预告 将逐步的公布 此时正是业绩正伟的高峰期 在现阶段整体市场震荡的格局下 高成长 低估值品种 由于具备较高的安全边际 其配置优势凸显 更容易获得资金的青睐 书里农业历史四季度行情 发现农业板块由于其防御性特质 在整体行情震荡或弱势时期 四季度均取得了较高的超额收益 因此在A股市场 或者是迎来估值切换的背景之下 农业可以逐步关注 低估值高成长标的 那各股方面可以关注 海大集团和登海种业 那说完了研报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 今天重要的公司方面的公告 上交所26号公告 9月23号收盘之后 上交所收到ST会求 相关股东提交的民事起诉书 和应诉通知书 获新的公司存在 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事项 因公司未及时按要求披露 监管罕见内容 上交所于9月26号陈坚 对公司股票实施了停牌处理 公司股票将于9月27号 复牌交易 昨天嘉凯成迎来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上审议通过了 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选举 修改公司章程 与控股股东发生关联交易等一案 其中6位董事中 有4名来自恒大系 标志着恒大集团 实质入主公司 嘉凯成同时发布公告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选举 甄丽涛为董事长 停牌半个多月的顺微股份 昨天晚上披露一份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公司拟以21.18元美股的底价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090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5.02亿元 全部用于加码主业相关的项目 公司股票将于今天复牌 申宗动力 昨天晚间发布公告 该公司已经与中国航天 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将在航空发动机技术研发 航空动力装备研制试验 中小型航空发动机制造 航空动力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等方面 开展战略合作 好 这里是财经早班车 稍后我们将关注亚太开盘 其今天的A股市场 好 这里是段我们来关注一下 亚太市场方面的情况 我们来连线到第一餐 金筑香港记者杭宇 杭宇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所了解到的亚太早盘的最新消息 好吗 加上一份亚太股市 今天早盘是全面下跌 其中日本股市低开0.93% 航空股市下跌0.5%左右 至于澳大利亚股市 今天早段跌幅在1% 而今天市场的一个关注焦点 就是美国大选候选人的辩论 预期将会主要影响今天整个的市场 但是今天早段的市场消息 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 一个就是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燕 在与地方经纪人士的会议当中 表示日元汇率 表示将为稳定汇率 做出最大程度的努力 同时就警惕日元走高 在上周我们知道 日本央行的最新推出了新型QQE 从这个盯住货币供应量的转为 盯住长期利率 同时就表示 在日本通胀达到2%之前 不会放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那我们看到今天的日本央行 最新出台了 这个7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表示 现在央行主要关心的一个重点 就是现在这个通胀前景不佳 我们知道在早前日本呢 也是发布了一个通胀数据 目前日本还是处于通缩的状态 同时呢 这个由全国这个通胀的指标 东京核心CPI可以看出呢 现在这个东京的核心CPI呢 只有负的0.5% 所以这个前景呢 可以说是非常值得忧虑 好的 非常感谢杭宇 我们接着再来关注广东方面的消息 截至港股收盘 港股通净流入29.7亿元人民币 当日余额为75.3亿元人民币 互股通净卖出3.3亿元人民币 当日余额呢 为133.31亿元人民币 自年初至今 港股通共发生三起南下潮 即1月4号至4月12号 港股通连续62个交易日 呈现出净流入 那4月22号至7月20号 港股通连续60个交易日 呈现出净流入 而8月3号至9月21号 港股通连续32个交易日 呈现出净流入 港交所预计的深港通 将于11月中下旬准备就绪 根据熟悉市场运作的券商指出 大型项目的潜规则呢 是在周一推出 而在11月中下旬的三个周一 分别是14号 21号以及28号 当中由于MSCI将于12月1号 进行季度指数的调整 故28号推出的机会呢 相对比较低 预料14号或者是21号 属于比较中性的开通日子 但是最后呢 要由监管机构来拍板 港股上市公司 四国内最大的IC级电器源基建电商平台 柯通新城在本月进行了配售 吸引了大成国际 韩国社保基金 新华保险 还有中在保 以及人保等大型的投资者 财增发完成之后 柯通新城最多已筹集到3亿美元 那么这笔钱将会派什么用场呢 我们来看报道 作为一家做芯片生意起家的公司 柯通新城今年二季度 总商品交易额为53.6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了61.6% 预计今年这一指标会超过200个亿 而为了保持每年60%以上的增幅 公司将展开大规模的收购和兼并 港股融资所得也将派这一用场 中国市场大概每年是2万亿人民币的市场需求 如果你加上在东南亚 在国际上的需求的话 这个量会更大 所以说第一步做行业的整合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考虑的国际扩张 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考虑 在物联网这个行业 借助于硬弹 我们在打造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那么这一块的话 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投资的方向 目前柯通新城控股70%的智能硬件平台 硬弹已经成为了上市公司 最具想象空间的业务 二季度硬弹的GMV 也就是总商品交易额 已经占到了集团总量的22.4% 这个平台可以为创业者提供 从创业设计到融资到元器件采购 甚至包括规模生产和营销 等各个环节的服务 目前平台上的物联网创业项目 已经超过了13000个 由此柯通新城表示 过去平台采用的是免费的模式 而未来变现也开始水到渠成了 好 我们接着再联系到杭宇 杭宇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 有关于香港市场方面的最新情况好吗 好 一个我们香港股市预期今天可能会继续下跌 从在美国挂牌预托证券显示 港股今天开盘应该会下跌0.48% 同时我们知道昨天的香港股市也是回吐 预期短期美国大选的动向将会继续左右香港市场的表现 那在一些香港的这个具体消息方面 我们看到融创中国最新公布向主席兼大股东孙宏斌 配售4.53亿股 每股作价6.18元 集资金额达到27.95亿元 另外招商证券在香港IPO 从今年开始招商证券将会开始 面向散户的公开发售 预期整个IPO将会集资100多亿港元 那有关的消息呢 我会继续为大家关注 预备 好 非常感谢行语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请锁定第一财经 稍后进入到的是晨会观察 这里是财经早班车 下面我们进入晨会观察 首先来连线深万红源 证券研究所市场研究部总监 龟浩铭先生 龟老师您好 您好 对于近期大盘走势 请问您怎么看 昨天市场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下跌 破坏了3000点 下跌原因不外乎这样几个 一个是前一个交易日 欧美市场的一个大跌 那么对近期市场造成了某种冲击 第二 有关中国把GDS的传闻 也让一些投资者不明所以 感到某种恐慌 虽然消息可能在传闻过程中 被过度解决甚至被误读 但市场影响还是存在的 第三 昨天央行是进行的 虽然进行逆回购 但总体上还是回拢了 2000多亿的资金 那么这也对市场带来了某种 资金面产生某种对资金面的担忧 应该说在这些现象背后 还是市场在3000点上方 仇促不浅 这个压力 面临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背部的向下寻找支撑 总体而言 这个态势 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虽然从昨天来看 这个过了3000点以后 似乎有一定的买款出现 但是我们认为今天大阪很可能 承担一个继续向下寻求支撑 这样一个要求 从操作层面上来说 目前不是一个很好的建商点位 至少在市场没增增稳定下的时候 还是建议投资者能够看扫动 好 谢谢 接着我们来连线 东正期货研究所的郭华女士 郭华您好 您好 主持人 对于今天国内期货市场表现 请问您怎么看 好的 商品期货方面 我们看到周一的同事 是处于了一个近期的反弹高位 从数据上来看的话 上周国内公布的 8月份的70个大中城市房价显示 一线和二线的一个热点城市房价暴涨 这引起了市场的强烈的反响 因此未来地产调控可能仍将继续 那么下半年 国内机器依靠地产拉动的作用 将进一步减弱 能否落实基建项目 将决定了国内同的终端需求 能否提升 从供应层面来看 目前上游在矿山登产的作用下 供应交易宽松 不过国内属于传统的一个消费旺景 以及上期所的库存偏低 都给同价带来了一定的支撑 整体上来说的话 同价这些表现仍将偏强 那么短期的反弹 可能仍然继续 未来需要进一步 关注美元的走势 股指方面 周一三大股指批货品种 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跌幅均超过了1% 美联储九月一期会议的 一个结果符合了预期 导致欧美股市均出现大涨 但是国内的表现平平 成交量较小 整体的一个持仓 也是进一步的萎缩 市场情绪低迷 未来的一个经济基本面 不确定性仍然较多 那么货币大幅宽松的 概率交小 预计股指可能未来 还是仍维持震荡的格局 好的 主持人 好 谢谢 接着我们再来连线 在深圳的前海开源基金 执行总经理杨德龙先生 杨德龙你好 你好 主持人 请问对于近期大盘走势 您怎么判断 有哪些板块 您觉得可以关注呢 好的 近期市场呢 走势比较疲弱 昨天周一开盘呢 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下跌 这和外卫市场 表现良好 形成比较大的这个反差 事实上呢 由于A股一直没有 形成明显的造型效应 部分资金呢 流入到楼市 以及展市较好的港股 这样的话 A股的这个资金分流较多 究竟原因呢 还是A股的信心不足 经过去年三轮股贷之后呢 投资者的信心恢复 需要一定的时间 在有明确的 正经效应之前呢 场合资金 多是持观望态度 入场机器性不高 这是造成市场 这个缩量下跌的 一个重要原因 大盘的话呢 再次回到3000点附近 应该说是为 长线的投资者 提供了一个 这个入场的时机 近期我们看到 以防险资金为代表的 这些产业资本 开始逐渐地 举排一些优质的蓝手股 这其实给我们 指明了一个方向 就是一些传统的 这个产业的融合公司 他们的股权呢 更具有吸引力 必须去投资一些 新型产业的股票 还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不如去低价收购 一些优质的蓝手股的股权 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 很多优质的蓝手股呢 在未来都面临着 这个被举排的可能 那这样的话 既然有举排 那么股价上 可能就会有 比较好的表现 普通投资者呢 可以跟随产业资本的节奏 去布局一些 优秀的蓝手股 特别是 大消费类的板块 比方说 像医药 食品饮料 家电 汽车 高铁等板块的话呢 可能这个 估值上和业绩增长上呢 都有一定的支撑 将来也可能会成为 产业资本 增持的这个重点 那么近期的 楼市异常火爆 是深流了 一部分股市的资金 但是从这个 股市楼市的 缺业板效应来看呢 楼市建点的迹象 也非常明显 市场这个 疯狂呢 总是在这种 暴涨的过程中呢 建点 所以一旦楼市建点的话呢 股市将迎来 比较大的这个机会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积极布局一些 优质蓝手股的机会 主持人 好 谢谢 那最后我们再来 汇总一下 今天一财成会连线中 各大权威机构的成会观点 失望红源政策认为 大盘向下寻找支撑 继续观望为宜 东正期货认为 美元走低 同价反弹 期指下挫探底 主力跌势扩大 前海开源基金认为 大盘处于震荡整理阶段 后市仍将震荡反弹 建议积极配置一些 基优蓝筹股 人民币入蓝 有利于提升 A股蓝筹股股指水平 好 今天的一财观察 就和您关注到这儿 那以上是 今天财经早班车的 全部内容 更多的新鲜资讯 也请您关注 我们的官方微信 第一财经资讯 如果您想浏览 更多独家及时的财经资讯 也请您搜索 下载第一财经手机客户端 请锁定第一财经 稍为您带来市场零距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